大家好,这两天呢,在听一个华语的广播啊,在我们这儿有一个电台,电匣子,是吧,这个每天都说点,当然他全天基本上全是粤语啊,只有七点到九点两个小时的时间,是吧,在说普通话,其中呢有两个主持人,一男一女啊,一男一女呢,这男主持人呢, 我觉得他可能是南方人啊,很南方的南方人,是吧,所以说呢,他嘴里边的齿音字非常多,而且还经常加个嗡嗡啊,你有没有这个买那个东西嗡嗡,他真的很好嗡嗡,还经常加一个这个,但是我也,我的意思是什么呢,就调侃调侃吧,就说,你作为一个节目主持人,是吧, 最好说好普通话啊,不要加一些家乡的语言啊,或者是一些这个,特别南方的,让一些听惯普通话的人,觉得特别不舒服啊,但是我没有说他装逼啊, 因为我觉得他可能是一个南方人啊,广东啊,或者福建,在尽量讲好自己的普通话,已经很努力了, 嗯,还有另外一个节目主持人啊,节目主持人呢,是一个这个女性啊,估计岁数不大啊,她经常在节目里呢,标榜啊,我去西班牙,是吧,我在希腊啊,我在西班牙生活过,这个巴塞罗纳啊,不说巴塞罗纳啊,巴塞罗纳啊,这个巴塞罗纳啊, 是不是这么发音我不知道啊,在标榜自己的一些见识,一些所谓的这个,比别人高人一等的意思啊,潜台词,这个女生呢,我听过一次两次,她开始的节目呢,是说的非常标准的北方的普通话啊, 像河北的官话,北京的普通话,是吧,一些其他,其他地方啊,说的非常非常标准,但是啊,过几分钟啊,过了三两分钟以后,她里边就开始增加很多的齿音字,是吧,这个,如果你觉得你待的国家不好,你就去建设它, 反正就是慢慢慢慢就变成这种啊,比如说台湾的普通话呀,是吧,新加坡东南亚的普通话呀,就变成这种普通话了,我就觉得她这是装逼,为什么呢,因为你开始的语言,你说的普通话非常的标准,非常的北方话,是吧,而且啊,你在节目里说,啊,这个,我小时候吃年豆包,我一听就乐了, 小时候吃年豆包的这个区域,基本在北方,是吧,那如果说出来年豆包这三个字,啊,就证明你是一个东北人,啊,一个东北人,非要,呃,我觉得这样是不好的啦,那样是不好的呢,啊,三合啦,反正你主,你只要是啊,加上这种语音,语气和腔调的话, 我觉得你是一个装逼犯,啊,东北人就是东北人,东北人把普通话说好,尽量不露自己的东北口音,那是非常棒的,你何必东北的装成台北的呢,这样对你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,所谓的一个提高吗,啊,对你人设的一个提高吗,我觉得倒不尽然,是吧, 嗯,我们在网络上,之前我说过一个大姐,啊,她从我们,她从中国来到加拿大,又从加拿大,这个去,啊,好像是她老公去美国工作,又在美国定居,是吧,公民老黑,一贯的吹捧这个人,为什么吹捧她呢,第一,她是一个川粉,第二呢,她不支持乌克兰,啊,她认为普京俄罗斯做得非常对,是吧, 另外呢,这个,这个,大姐呢,觉得美国,现在的美国,啊,已经完全的崩塌了,崩陷了,啊,再也不是那个好的理想国了,美丽国了,是吧,所以她在网络上经常,啊,痛骂美国的这个不好,那个不好,啊,如果谁要劝她,啊,比如说说一句,那你觉得美国不好,你为什么还要生活在这儿, 你为什么不回去,是吧,很多的网友质疑她,她就会,她就回,回一个,啊,凡是在我推下留言,让我回国的,一律拉,拉黑,我相信这些傻叉,没有一个有资产,有护照,啊,有正经,正经职业,但喜欢指点他人生活,我要送这些傻逼,一个字,滚,啊,嗯,我觉得她这个人呢,嗯, 我在底下,我就不提名了,啊,我在底下给她回复了,今天,啊,回复完之后,我要准备把她拉黑了,啊,虽然我关注的人不多,啊,就是你不要再让我看到你这样的言论,啊,嗯,我就给她回什么呢,我说,任何一个,啊, 啊,岁数大的女人,是吧,我们称之为尊敬,称之为你为女性,但是你不要,男的,啊,一个糙老爷们儿像我们这种,是吧,没什么学识,没什么文化,没什么社会地位,口袋也没什么钱,生活在社会最底层,像你们所说的生活在丁胖子,这个广场, 合租屋,啊,地下合租屋里边呢,啊,我们这些人,啊,嘴里边说说傻逼,啊,情有可原,当然也是不对,但是情有可原,你作为一个这么高档的,这么一个有知识,有文化,有社会地位的,啊,非常这个,格局,人生的格局,社会的格局,啊,生活的格局,都非常高的一个女性,你怎么能傻逼,滚这种词,天天挂在嘴边, 是吧,今天我看到他一个这个推文,嗯,他,他写的搬家,他最近可能在搬家,是吧,一年前搬到加州,在公寓住了一年,熟悉环境,选地等待宴房,住公寓对一家人都是严峻考验,空间局促,感觉生活降了好几档,索性只是短期过渡,他的意思,潜台词是什么呢,我一直住house,住独立屋,住别墅, 是吧,我现在突然之间因为要搬家,我又买了房子,烂七八糟这些事儿吧,啊,他又自己标榜我曾经住在一个非常贵的一个美国的区域,是吧, 我现在住这个公寓是一时的不得之举,无奈之举,我马上就会搬到大房子,这是一个短期过渡,移民出来一切都按照计划进行,时间上天衣无缝,老公周五辞职,周六登陆加拿大,在加拿大也是周五辞职,周六飞往西雅图, 我对西雅图印象特别不好,我原来觉得西雅图,是吧,靠近我们加拿大,又是一个港湾,这个又是非常有一些高素质的IT人士,是吧,大公司都在西雅图, 而且星巴克的第一家店也在西雅图,我对西雅图之前的印象非常好,但是最近有几位生活在西雅图的人,我就觉得他是其中一位,是吧,还有一个那个东北一个满毒的傻逼,啊,总觉得自己跟他一样,啊,总觉得自己高人一等,是吧,周六飞西雅图,周一开始新工作,再如法炮制到加州,啊,又从西雅图到加州了, 到洛杉矶或什么地儿,啊,从来没有一天无收入,啊,那些因为我批评美国就让我回中国的傻缺们,如果我出国后只能住丁胖子广场之类的平民窟,啊,就指了说我这种人,啊,我们之类的这些人,啊,不用你们招呼,我早就回国了,哪像你们这些灯塔教徒,刷盘子搬砖都要赖在美国,别说是住平民窟, 就是长期住公寓,我都打,我都会打到恢复,我移民美国来是享受的,不是来朝拜,呃,这里边,呃,别的咱不说,啊,人家有钱,是吧,人家有非常高薪的工作,是吧,呃, 我就觉得人家确实比我们高,啊,我们这些天天无业游民,啊,这个食不果腹,衣不蔽体,啊,都我们都不觉得我们这个,没有,我们都觉得我们没有资格跟人家理论,我只是谈出来一点,你这么高素质的人,怎么能周五辞职,周六就去登陆加拿大呢, 你说,哎,国内,是吧,这个,对于人,这个公司的一些章程什么的,没有那么严格,我们不提了,是吧,那你在加拿大也是周五辞职,周六飞往西雅图,是吧,你又如法炮制,在这个西雅图,周五辞职,周六飞往加州, 我就觉得啊,第一,你这个人啊,可能你老公那个工作,啊,这个,不是在公司里面,啊,在某一个企业里面,不是那么重要,任何一个人突然离职的话,都会有人替代,是吧,都没问题,你不是一个至关重要的,无可或缺的这么一个角色,另外,好像你本身也没有什么,你是不是又指着老公工作,是吧,来养活你们全家, 这我就不知道了,因为我没去翻看他的这个推特内容,其他的内容,还有一个就是,如果不是这样的话,你老公的工作非常关键,是吧,你因为你挣的钱多呀,水平很高啊,你是这个中产阶级以上的,是吧,有人号称说我全中国,我占百分之一,那我就觉得你有点问题,为什么你没有职业操守和道德,是吧, 你没有给你上一间公司,有这个缓冲的这个阶段,我就觉得你实际上素质非常低,两种,要不你就是你的素质非常低,另外一个就是你本身,因为岁数大了,每一个女人都有自己的生理期,当然男人也有,是吧, 女人更加明显,你这个生理期到了,可能,这个对你有一些心理上的影响,到哪个国家,这个我有一个网络上的这个朋友啊,这个虽然没见过面,但是啊,这个象牙山的什么党支部书记,是吧,这个,我发现有很多象牙山的这个人, 我觉得这个,人家说的挺好,他不管是他自己写的,我这朋友自己写的,还是说别人,引用了别人,他说的非常好,如果你觉得你待的国家不好,你就去建设它,如果你觉得政府不好,你就去考公务员,去改变它, 如果你觉得这个国家的人民没素质,就从你开始做一个高素质的公民,如果你觉得同胞愚昧无知,就从你开始学习,并改变身边的人,而不是一味的谩骂和抱怨, 当然我做这个节目啊,我也没有谩骂,我也没有提名字,我也没有抱怨,我只是说, 我们出离了那个粪坑的我们这些国人,没有必要天天把脱脂啊,我们的这个族群,完全是世界上最烂的族群,是吧,我一定要改变,我不当这个族群的人,是吧,我要装成日本人,韩国人, 哪么我给日本人,韩国人当儿子,是吧,因为我装不成西方人,我们的肤色,我们的眼睛,我们的这个身材,包括我们身体遮盖的一些东西, 跟西方人有巨大的差别,我们改不了,是吧,哎,这句话怎么这么像,那个王毅说的,是吧,我们再染头发,垫高鼻梁,也不,也当不成这个,这个, 撒克逊人,是吧,也当不成白人,哎,怎么着,我这一反共的人,怎么腔调跟我们王部长这么相像呢, 人家说的非常好,到一个国家,建设一个国家,这个,支持这个国家,这个,每一个国家,无论是美国,还是西方,其他的五眼联盟也好,包括日本在内, 所有,你就说日本,那么一个,这个,制度也好,人民素质也好, 全世界第一的这么一个国家,也有这样或那样的问题,那我们一味的抱怨,一味的说这儿不好,说那儿不好, 你做了什么呢,你到达人家接纳你的这个国家,你为这个国家做了什么,有的人说我交了税了, 你交的那点税啊,可能还不如我们这些住在丁胖子广场的人,交的税高呢, 所以说,人外有人,天外有天,不要天天把自个儿那点逼事,是吧, 把自个儿那个,让很多的有层次的人, 并上不了法眼的这些糟,烂七代八糟的一些事, 天天的挂在嘴头,你不要把自己装成, 这个世界上所有的人,或者绝大多数人,都没有你素质高,不要这样,是吧, 尊重普通人,尊重底层人, 如果你也不尊重普通人,你也不尊重底层人, 你和共产党有什么区别呢,是吧,或者你真是带着任务来的, 你真是一个这个党外的党内人士,是吧, 你愿意为那个国家,那个政府叫好,是吧, 你看看外国还不如中国呢, 我还是特别俗套的那个话, 你如果觉得不好,你就回去,是吧, 你不要跟着混,天天还得那么大岁数, 还得给人打工,万一你老公失业了, 你怎么活呢,你买的房子, 置的地,是吧,你孩子,你怎么生活呢, 你怎么能达到比我们高很多的那个生活的标准呢, 是吧,我突然想起来那个每周花500元去超市, 500美元去超市,那是不是也是你说的, 反正是我们这些穷人,我们这些底层人, 我们这些在盯胖子跟别人合租的人, 我们这些走线来的人,是吧, 我们这些这个每天面朝黄土背朝天, 每天在餐馆打工的人, 我们体会不到,您这么高素质, 这么高修养的人, 说出来的话, 您尽量还稍微的有那么一点素质, 是吧,稍微的有那么一点素质, 另外我还是劝你, 你现在你老公这个工作, 包括你是不是有工作,咱不知道啊, 如果你辞职, 提前给人一个预留的量, 是吧,你要从哪辞职, 是给人两周也好, 给人一个月也好, 那是你公司规定, 你要跟HR去这个讨论, 人家要交接, 是吧, 如果当然你是这个水平很高, 我觉得你老公的水平也低不了, 也不会是一个公司不可或缺的小角色, 是吧, 不断的那么大岁数, 还不断的跳槽, 哎呦, 真是, 我问您累的, 当然您肯定是脑力工作者, 是吧, 我们这些都是体力劳动者, 跟您攀比不上, 一辈子也不会有个交集, 一辈子也见不着面, 是吧, 一辈子也不会在一个餐厅里吃饭, 是吧, 一辈子我们也不会西装革履的跟你见面, 但是我劝你, 就是这个社会各有各的阶级, 每一个阶级如果在西方国家可能各有各的难处, 当然了, 穷人, 富人都有自己的快乐, 自己的生活, 富人可以尽情的挥霍自己的这个财富, 是吧, 穷人每天可能相夫教子啊, 是吧, 每天可能为了这个柴米油盐啊, 在这个计算也好, 在努力工作也好, 我觉得这个也是生活的一个乐趣, 每一个阶级都会各自安好啊, 不要你从一个很低的阶级跳到如你所说的一个很高的阶级, 就对我们这个低阶级的人, 是吧, 低素质的人, 你们就看不起了, 没必要这样, 就跟我节目开始的时候做的那个举的那个例子一样, 你东北人啊, 你可以说普通话, 尽量把它说好, 但是你没有必要把自己说出来的那个腔调装成台北人, 何必呢, 是吧, 不是有那么个电视剧吗, 何必同志, 何必呢, 我可以说那是没有什么东西呢, 我可以说那是什么东西呢, 我可以说那是什么东西呢,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